一美中广东商会安排 以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威伟汉主任为代表的 城市管理考察代表团一行六人 于今日抵达洛杉矶 受到了美中广东商会 与当地企业家的热情欢迎 并于7月16日下午5点 在洛杉矶 圣马利诺市举办城市垃圾处理交流会 在会上 美国垃圾处理器公司 演示了该公司的最先进垃圾处理设备 代表团以该公司的专家和技术管理人员 进行了热烈的业务交流和研讨 美中广东商会会长张铁流介绍 广东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威伟汉主任 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考察代表团 抵达洛杉矶后 考察了当地垃圾处理先进设备 并且了解到一个完全没有污染 有机自然的垃圾处理 进过及方式 这种方式如果能够普及到中国 广东或者其他城市 将会造福整个中国和各大城市的人民 所以代表团一型人参观后感到非常激动 代表团一型人表示 应该尽快让这么好的技术融入到中国的环保系统中 解决垃圾对大众的危害 以及维持环境保护 张铁流表示 举办本次活动 旨在促进美中两国经济 贸易等各方面的友好往来 上个月中美两国元首刚刚在洛杉矶进行会晤 中美两国也将会有更多的友好往来 这次广州市城管委代表团到美国进行实地考察 也是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高峰会议的具体举措之一 现在因为我们美中广东商会的这个安排 广东城广州市的城管委的主任 所以说率领了广州市垃圾处理的代表团 考察了我们洛杉矶地区的先进垃圾处理的设备 了解到一个完全没有污染的 完全是有机的自然的垃圾处理的方式 这种方式如果能够普及到中国去 到广东去将会能照顾了整个广东和中国的人民 所以他们看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激动 他们感觉这种技术应该尽快地能够运用到我们实际的垃圾处理当中 解决垃圾处理的垃圾处理的危害 人们大动的身体健康以及完整保护的问题